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,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耀今天,19日,说,他很担心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会变成佛系促转会,最后只有写出容诚的报告,促转会见任委员由博祥承诺绝对不会,强调没有事实与真相,就不会有正义,会做到真相的浮现,但追究加害者责任的部分, 立法者的授权是不清楚的,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今天举办何为加害者,谈转型正义与促转条例的加害责任问题研讨会,基金会董事长吴坤鲁,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耀,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,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瑶华,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嘉明,促转会主委黄黄雄, 兼任委员由博祥出席御谈,周婉耀在对谈中指出,他很希望促转会可以做点事,但他很担心促转会会变成佛系促转会 他期盼,促转会委员有许多学法律的,应针对当年一份一份的判决书去解释,以厘清真相,看清楚当初发生什么事,周婉耀强调,既然政府好不容易成立促转会,至少应厘清过去威权统治下的判决如何产生, 转型正义中,真相是在最前蹲的,不希望最后只有写出容诚的报告,什么都没给大家,应清楚告诉真相的各个面相,才对得起纳税人 由博强直言,放心,我们不会是佛系促转会 他说,接任委员时,对职位的期望很高,但促转会能做什么,都应回归到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授权及赋予的任务,真相才是最基础的 没有事实与真相,就不会有正义 由博强说,厘清加害者责任与修复,都要在真相浮现后才做得到,促转会最能做的就是真相浮现,对于追究加害者责任,立法者的授权是不清楚的,对于告密者等人责任的追究,还需要透过社会共识及更多配套立法达成 由博强强调,促转会的相关报告,绝不会只是向228的报告仅还原历史真相 而会是规划性的报告,要进行转型正义的,不只是一个促转会,而是整个国家机器都要去做 国家是人民的,人民想进行转型正义,国家就要去进行